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以下的时间安静下来 来到主的面前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互相学习 我们先听听路德记二章十一至十二节 以及第三章一至六节 二章十一节 波瓦斯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 到数不认识的民众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话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话以色列上帝的赤旁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三章第一节 路德的婆婆那我米对他说 女儿啊 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 使你享福吗 你与波瓦斯的侍女常在一处 波瓦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 他今夜在墙上波大墨 你要沐浴 抹高 换上衣服 下都墙上 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 你等他吃喝完了 到他睡的时候 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进去 牵开他脚上的皮 躺我在那里 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 路德说 凡你所吩咐的 我必进行 第六节 路德就下到墙上 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移行 早在人用Zoom视讯会议平台 进行通讯的好几年前 其实我一位朋友 就叫我用视讯 与他讨论一个项目 从我发给他的电子邮件的语气当中 他就察觉到 我真的不知道 如何进行视讯会议 于是他就建议 我去找一个青少年来帮助我 好让我能够搞清楚 究竟如何设置视讯通话的平台 他的建议 可以说是指出 跨世代之间建立关系的重要性 就正如刚才读到的经文提到 从路德和那俄米之间的互动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路德时尚被人称赞 但他是一个忠诚的媳妇 因为他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 并且陪同那俄米回到百里行 他们到了百里行之后 在二章二节记载 路德就这样对那俄米说 荣我往田间去 拾取墨水 一开始是路德照顾那俄米 但后来那俄米就促成了路德 嫁给波亚斯 因为路德照着那俄米所说的去做 促使波亚斯采取行动 属于世世亲属的产业 并且取路德为妻 话说回来 当然我们应该重视那些 比年轻一代的忠谷 因为这些都是老一辈的人的经验 和智慧 但是我们从路德和那俄米里面 又提醒我们 这种交流可以是双向的 不管是给我们年轻或者年长的人 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让我们努力建立起 满有爱心和忠诚的跨世代关系 这样就将会使得我们和他人 到蒙受祝福 并且帮助我们学习新的时脈 各位朋友 你曾经有没有经历过 从比你年轻的人身上学到什么呢 今天你又要怎样 与另一代的人 沟通互动呢 路德记二章十一节 自从你丈夫死后 凡你向婆婆所行的 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 亲爱的上帝 好感谢你 慈悲年轻人和年长者都有智慧 求你教导我 能够体重不同年代之间的交流 奉主名求 阿们 求生灵帮助我们好好活好今天 继续靠主前行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共鸣 邀请你可以转载和其他人分享 又或者可以下载 灵命日亮的手机应用程式 继续收听其他的熟灵材料 甚至你都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 彼此代讨 愿上帝慈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